亚运观赛团 亚运中国男族淘汰卡塔尔 原因浮出水面 不是裁判 也不是运气 网友热议一针见血地指出 以前我们去西亚踢球 西亚球员小动作又多又拖时间 非常恶心 我们不也没办法吗 怎么现在我们作为东道主 得到了一点好处 就开始怀疑人生了 全场只有一脚射门还零射正 输球就不奇怪了 卡塔尔队不像我们认识中的中东球队啊 下一场高天一停赛 中后卫一伤 最后时刻红牌 中后卫已经少了一人 还要非战斗减人 球技不行 脾气太大 对方已经急了 完全可以加以利用 球伤不够 差点还要打群架 有着气势和打架体力 想法进球啊 替国人赢下比赛才是正道 看完比赛 中国队上半场球运在线 开场两分钟 卡塔尔后防失误 我们进攻犀利 取得良好开局 下半场有两次必进球机会 但是球运上加 这场比赛 国足展现的竞技状态 确实值得掌声 下场继续努力 这几场比赛 下来看 国家队左后卫人选刘洋 不比李磊好用 我觉得下一场教练组 要好好深思了 本以为会被卡塔尔打爆 这个结果很意外 根本没敢看比赛 直到推送比分 才知道赢了 面对卡塔尔这样的强敌 能赢真不容易 不管场面如何 值得表扬 场面使中国队进球机会非常多 甚至浪费两个大担刀 卡塔尔根本没想象的那么好 想想以前我们在西亚吃的亏 所以不用同情 用他们的战术战胜他们 这是一个态度问题 队友被欺负 选择沉默或无视 这不是什么聪明智慧 这只能说明队内气氛不协调 不团结 输了一场无关紧要的比赛又如何 队内球员都能将队友的事当做自己的事 这才能让大家相互信任 才能打恶仗 中国球员整体比赛能力欠佳 领先不会踢球的老毛病 一直没改变 虽然赢了 但是最后的红牌不应该 但凡前面把握机会能力强点 也不会搞到后面这样 卡塔尔俗称亚洲草上飞 他们90分钟的比赛 能躺个十几分钟 又不是没试过 两个单刀只要进一个 就没后面捕食的这些事了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注 创作路上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会继续加油的